完成,我们同样的,大家先来看这个出手的位置啊 好,我们从引拍开始 那么在机球的过程当中,大家先来看啊 它是由我的后下方,是不是 到侧边,再到前方停止就可以了 看见了吗,看见这个弧度了吗 有我的后下方,然后侧边,然后到前方停止 大家有没有发现,只要我的手在动 我的身体一定是跟着在动的 看见了吗,而不是说我是手动了 哎,身体没动,你看,这样我是不是就慢了 我是不是就没有入场身体的力量 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要记住 只要你的手开始动了,你的身体就要动 那么你的身体动得多快,你看 我身体动得越快,我的手,看见了吗 力量就越大,那么我身体动得越慢 你看,我如果身体不用力,我手光用力 是不是也用不上啊 所以说这是一个整体 我们在拉球的时候,手由后侧下方 侧方,然后到前方为止 就可以进行停止了啊 你不要说我一拉,哎,拉到左边了 多余的动作,拖泥带水 那比如说我一拉,有些球友就非常的搞笑 啊,那个球一拉,噔一下 这个球拍就打到自己的脑门了 为什么?他没收住这一下 他没有集体哦 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要记得 做动作尽量多往前 看,多往前,停 是不是,在这个前方,你看,停,停,停 你看,无论我拧的大小,停,也在这停 我拧的小,也在这停 看见了吗 没有说我拉完球之后,哎,拉到这边了 那就是控制不住了啊 好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完整的动作 我来先问一下大家 现在动作,动我迈了吗 我还没有讲这个 如何去发力啊 就是先来问一下大家 大概的动作 你现在会了吗 就是,你可以不用学我啊 你不用完全学我 你只要知道 这个球应该怎么转 哎,怎么去拉球 收,看见了吗 怎么去拉球 就是这个匀速的动作 看,这个匀速的动作啊 手从哪儿到哪儿,脚从哪儿到哪儿 只需要先理解这个 嗯 嗯 嗯,明白了,是不是 好,喝一口水啊,大家 好,那么刚刚呢,讲到的 继续,喝一口水啊,喝一口水 好,我们呢,嗯,明白了,是不是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讲细节了啊 就是这个大框架有了 我们往里面填充细节 我先来告诉一下大家啊 我们在拉球的时候 刚刚说了这个大框架 对不对 然后,腿下应该怎么去发力 这个腰腹胯应该怎么去蹬 怎么去发力 刚刚已经说过了 那么接下来呢,着重的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这个手上的加力 好,我来先跟大家说一下 如何进行手上的加速 应该在哪里加速 在哪里击球 哪里是击球点啊 我觉得大家现在这个可能是比较欠缺的 那么来看 我们的手加速 是应该从你拍的位置 到你的前方 需要停止的这个位置 看见了吗 这一段距离是全程要进行加速的 为什么 因为球是从对面过来的 而你如果说 我这样慢慢悠悠的碰到球了 我才用力 那么这个力 它就不叫合力了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会被顶住 对不对 我们呢 在拉球的时候 前臂的速度 应该是出球的起点 以及结束的终点 这一段距离 我们要进行全程的加速 那么这个加速除了手上的加速 还要跟随我们的身体 你看跟随我们的身体啊 这是第一个手上的加速啊 这是我们的手臂应该怎么加速 那么呢 要来说一下大臂 大臂它不是完全夹着不动的啊 大臂呢 它是动的 它是有一个什么 你看 它是有一个往前跟随的感觉 来看 看见了吗 大臂是往前跟随的感觉 你没有见过哪个球友说 我打球是这么打的吧 是不是 大臂呢只是告诉大家 嘿不要太起了 对不对 你只是向前有一个跟随 它向前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跟随就可以了啊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击球一瞬间的加速 那么我们的前臂有什么作用 好 我们的前臂在击球的这一瞬间 有一种就是什么感觉啊 来跟大家形容一下 就是甩鞭子的感觉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嗯 就是去广场上玩过那种陀螺 就是你需要拿个绳子去甩 我们的前臂呢 就是要在击球的一瞬间 看见了吗 这一下它是有一个被甩了的感觉 就这一下你看 放松啪加力放松啪加力 这一下的感觉啊 这是我们的前臂在击球的一瞬间 那么前臂在击球结束的时候 它的肌肉需要快速的收缩进行一个制动 你看就是你的这个动作打到哪里 它不是手指手腕决定的 也不是说我这个肩不决定的 是由你的前臂 你看我的前臂停的越快 看停停停 我的前臂停的越快 那么我在急停的时候 就是我想停到的位置 这就是大家啊 容易打球打到这儿 就是因为你的前臂没有用力 没有急停啊 然后呢还有大家这个这个球拍打到自己的脑门了啊 这个都是前臂没有急停 所以说前臂的作用是不是也很大 它不仅仅是让我们在野胖的时候进行有外展内收 无论是发力还是急停 它都是需要参与的啊 这是我们的前臂 那么手指手腕它的作用第一个就是加摩擦 就是整个下旋的核心不就是摩擦吗 那它的作用就是加摩擦 那么第二个手指手腕的作用 除了加摩擦 那它就是变线啊 就是手指手腕就是为了加摩擦造股线和变线来特定的 你看比如说我变线我不可能是这么去变吧 是不是 你看我不可能直线我这样斜线我这样 那打乒乓球的就是靠这就是一个瞬间的动作来进行凌球的 没有人说哎我告诉你了我要打直线啊 或者说我要打斜线啊你快点去跑过去 不可能对不对 我们都是为了营球的 所以说这个动作我尽量做的极小 让对方不好分辨 看斜线对不对 看直线看斜线 那么这个变线就是由我们的手指手腕来进行板形的调整啊 这是手指手腕的作用板形的调整进行变线 那么我如果说我想加摩擦 想有这个击球一瞬间的爆发力 那么这个爆发力其实是指的这个球 哎是拱一点呀还是怎么样呀还是让它稍微的往下掉一点呀 是靠看手指手腕肌球这一瞬间的转动的幅度 以及我们手指的发力和我们在肌球的一瞬间 那边你有没有抓板啊 就是后面的呢就讲的非常细了 那么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啊 就先不要这么去做 先按照我们的大框架去进行练习 如果是说的进阶的球友们一定要认真的听啊 好我们在肌球的一瞬间 手指手腕不是向上转 看这是向上转 这是不对的啊 我们的手指手腕 看向前上方 看见了吗 这是前上方 这里是上方 啊看向前上方有一个轻微的转动 你说星塔我转成这样行不行 不太行 为什么 这球你看你往哪杀住对不对 你打久了你可能手腕就会受伤 所以说前上方看就这一点 就这一点看就这一点的距离就完全够用了 这是我们的手指手腕 向前上方进行转动 那么在转动摩擦的同时 后面的食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其实我们打正手 向家里靠的是后面的食指 在肌球的一瞬间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在肌球的一瞬间 你看它其实是有一个这种顶的感觉 看见了吗 它是有这种顶的感觉的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刚开始我要讲板型 因为很多球这个顶它顶不住 它就滑滑滑滑到这里了 那么打反手的时候它必然会打到手啊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握拍的原因啊 这个食指在肌球的一瞬间 你看我无论怎么加力我都是顶住的 哪怕我现在拿的是一个光板 它都是可以顶住的 所以说这就是实质的一门学问啊 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感受一下 好这是可以让这个球变得拱 变得速度快 那么我们应该在肌球的一瞬间还有什么 刚刚说了抓板对不对 那么这个抓板呢其实就非常好理解了啊 那么我建议大家呢怎么去理解它啊 找一个球 我们在肌球的一瞬间有感觉这个手 看去这样 看见了吗 多练习这种抓球啊 然后呢肌球的一瞬间就是有一种这个手放松 按字的这样来看一下 加力放松加力放松加力 看见了吗 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手上的抓板啊 我们一个手上的抓板 那么所有的动作和要点结合起来 这个下旋拉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拉的非常好啊 好那么直攀呢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直攀横攀都一样 但是呢嗯但是你看难道直攀的 横攀的动作是这个 我想问一下大家 那么直攀的动作它不是这样的吗 那么我要和大家说一下 直攀的球友在正手拉下旋的时候 你的手腕的优势会更大 为什么因为直攀的这个下旋球 拉的更转更快 那么直攀就需要注意到的两个点是什么 第一个点就是你在拉下旋的时候 你的拍形不要这么压 就是你的大拇指如果一旦用力的话 看见了吗你就会压膀进行翻轴啊 所以说一定不要这么压 板形看亮起来一点啊 可以稍向后看撇着痒一点 这个板形打开你会非常好拉球 这是一个板形的问题啊 然后呢就是引爬 那么在击球的时候啊 直爬球友们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啊 后面的三个指头 在击球的一瞬间要顶住球拍 你如果说我在拉球的时候 我这三个指头在这上下的晃啊 你看上下的晃 让我的这个手不断的晃 我顶不住球拍的话 那么你拉这个球就非常的飘 啊就是可能拉的不太稳 所以说呢就是这两个要点掌握了 就完全可以了 比如说我刚刚说的 腿怎么动你听了吗 直拍的球我们听了吗 啊这个引爬怎么去引 听了吗 击球的时候应该哪里用力 大家有听吗啊 所以说啊其实你可以感受到 直拍横拍的球我们是这么拉球 那么直拍的球难道不是这么拉吗 对不对 他只是一个我们手上的 嗯 只是一个媒体 啊 他只是一个我们手上的 看板型的一个调节的问题啊 你看 横拍的球有这个板型 可能如果说他要拉球的时候 这么去拉 那他就不好拉 对不对 你看但是直拍的球 你看我正常的打开放在这儿 他就是这个板型 所以说啊 对这个板型啊一定要记住就是每个动作你的脚下难道不是要转的吗 对不对 好来问一下大家这个刚刚下旋球的动作听明白了没有 嗯 没点关注的球员我们点点关注啊 没点关注的球员我们点点关注 来问一下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嗯 明白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 还给老师了很正常很正常 不可能我今天讲一遍大家就会了 那大家我也太神了吧 我也太神了吧 所以说就是我们平常你像我们比如说拉球啊这个动作呀 以及我们的核心应该怎么去转呀怎么去动啊 这些可能练球十年教练可能每天都会说 哎你的这个脚下没蹬地呀 那到底是哪蹬地教练没脚对不对 那可能你这一个月啊都在体会脚下蹬地了啊 那么呢 那么呢 如果你是说 你看 我的核心没蹬住 那么教练可能会说 哎你的核心没蹬住 到底这个核心应该哪蹬住 可能这个十年教练一会说 哎你的脚下没蹬转 哎你的核心没蹬住 就是这个问题会不断的反复的就是围绕着你 所以说大家不是说一次就是就能会了 而是说为什么问大家明白了 就是问一下大家 对于刚刚讲的一些技术的要点怎么转怎么动明白了吗 那么更多的还是要看大家的这个更多的还是要看大家怎么去转 看见了吗 啊怎么去拉桥怎么去练习更多的是练啊 听的话只是为了让大家少走弯路好不好 嗯 当中啊应该是边移动边转换大家来看 是不是 看 边移动边转换 无论你是侧身还是向右边 按看 无论是侧身还是向右边 一定都是边移动边转换 那么这个动是怎么去动 那么我同样的我们向右边的时候 就左脚先动 看 左脚先动 右脚再动 左脚先动 右脚再动 啊 那么动快了 你可能会感觉看 一 是不是看 一啊 这个脚一定是在边移动的过程当中 右脚向外展 好 来看一下侧身 看 边移动 那么侧身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先动右腿 那么我们应该在边移动的时候 边干嘛 边向外展 看见了吗 是这个样子 好来看一下 展 看见了吗 动 动 是不是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大家现在啊 对于移动当中 为什么 定点打得好 那么移动当中打得不好 就是因为你们现在没有学到 边移动边转 而是说 是这样 一 二 三 是不是 它其实应该是 一 二 就做完了 一 二 是不是 我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开始转换了 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一定不要做成 一 二 三 这个就不行了 看 一 二 三 平着过来 那你还需要转 这就是为什么 只要是移动当中的球 大家都会被顶着 都会被顶着 好 那么我们应该是边移动的过程中 边进行转动 好 看一下 一 二 看见了吗 好 一 二 再来 一 二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边移动当中 啊 边进行转换 嗯 对 一定要向右后方进行撤步 啊 不是说我站位的时候 哎 我左脚烧前 右脚烧后 那么我移动过程当中 我平着移动 我这么打能打吗 不能打 为什么 你会感觉到很多球都是被顶着的 能不能明白啊 很多球都是被顶着的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看 转动 这个时候我们和球有了很大的空间感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无论怎么发力 我感觉这个球我能发上力就在我的手下 而不是说我只要一移动 这个球我就被顶着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脚下 嗯 感觉小碎步 正手怎么用上力 这个用力的要点太多了啊 点个关注每天来听课啊 懂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个脚下的移动 我们只要结合着刚刚讲的下旋球 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有一个滑步 你看如果你现在是并不滑也好 还是说你现在的滑步是 两个脚同时滑也好 都可以 因为这是你们的习惯 我没有办法说 啊你们必须要这么去打 就是这么去并不滑 或者是怎么样 这个挑着动啊 还是说去跨步啊 我们先根据自己的习惯 先有边移动边转 看边移动边转 边移动边转啊 我先不改正大家的习惯 我们就先按照自己平常的这个步法 然后呢看边动边转 你可以慢一点啊 看比如说你做动作 一看见了吗 然后你可能就回来 然后再这样一自己对着镜子去做 好不好 总是做 好 好